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固体液体气体各有不同 固体主要依靠的是传导 也就是热的传导方式 但是液体跟气体因为它的形状不固定 所以它可以对流 所以对流是液体和气体 传导热量的主要方式 最后一种是辐射 辐射它不需要介质 所以不管是固体液体跟气体 都可以透过辐射 即便是没有介质的真空状态 也可以从高温到低温来传递热量 所以做个总结 传导主要是以固体为主 液体跟气体主要是以对流为主 那辐射则是不需要介质 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用辐射的方式 来传递热量 所以以生活上的实力来讲的话 大家会发现 实际上这三种传导方式都存在 所以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反而比较需要透过实际的例子 向学童来说明这三种热量传递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拿着锅子 锅子很烫 我们不希望手被烫伤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木饼就可以隔绝热量的传导 所以它是属于热量的传导 那我们在煮开水的时候 开水要煮滚 要整锅开水都煮滚 所以这个时候是属于热对流 最后我们用炭火来煮饭 这个炭火实际上我们不见得要把火跟锅子完全贴合 它靠的就是热量的辐射 这就是实际的生活案例 另外一个实际的生活案例也包含着许多的迷失概念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冬天去摸金属的时候 会比摸木头感觉来的冰 如果是问小朋友这个问题的话 他们通常会觉得摸起来冰就是温度低 但实际上你去拿温度计来测量 你会发现金属跟木头温度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在冬天金属摸起来比木头还要冰呢 这其实就是热量的传导 因为热量传导的速度不一样 金属传导热量的速度比较快 木头传导热量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当你摸着一个很冰的木头的时候 这个木头把你的热量传导的速度是慢慢传出去的 但是你摸着一块金属的时候 金属把你热量带走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因此你摸着金属在冬天就会感觉比较冰 所以你可以靠着这种方式也跟小朋友 澄清这个迷思概念 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较固体不同的传导速率 从快到慢是银大于铜大于铝大于铁 到最后呢是水银大于冰大于玻璃大于水大于软木大于毛毡大于空气 所以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空气可以用来保暖 像冬天的时候穿棉袄 棉袄虽然也是靠这个空气里面来隔绝热量 但是空气呢本身有对流也有传导 只是传导很慢很慢 那你空气把它包在毛线里的细缝里面 所以它当然没有办法产生对流 那传导的速率又慢 所以就很保暖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